一波接一波的煤雨 确实是对安东宁的山工程事务所施工进度的一大考验 所以一下是主体工程完成后 开花老母店的基础伐机 就更必须严密详细的规划 可以准备的器具材料务必先就定位 施工人员也必须随时的待命 以便天气好转时就可以临时差的施工 不浪费上天给予我们的好天气 果然这波没以后两天半的放晴天气 工程事务所按部就班的 就完成老母店基础伐机成的开花与整地工程 施工进度快是因为有详尽的计划 并不是随便马夫的做 所谓磨定而后洞 洞必能成功 从空中苗坎 老母店的基础伐机 对照建筑施工设计图 纸面上的设计图 实时在在变成的具体的工程事实 以12年长期记录安东弥勒山建设的视频组 后学的我们 真是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兴奋与喜悦 而经不住的喜极而起了 心中充满了可谓逐步踏实 理想成真的成就感 相信所有关心安东弥勒山工程建设的前弦道区们 都也会有相同的感受 工程事务所表示 老母店的基础伐机 总共有5808.29平方公尺 这也包含了地下室的面积 地下室也算是老母店的基础伐机之一 那么我们换设成平数的话 那么就是有1760.1平这么大 而伐机层的高度是1米8 这么高 到时候这么大的一块面积都会用水泥浆灌充实起来 可以想象我们老母店的地基是有多么的厚实 难怪 漂高30米 1000平的圆形老母店能够屹立不遥 因为地基又宽又厚嘛 就像我们秉承着高老前人 厚德大帝的身后会灭 所以今天能够踏实安稳的修办道 相信我们厚德大帝高老前人 圣灵一时护佑着我们 一时护佑着安东弥勒山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以上是安东弥勒山新乌宝 在安东弥勒山老母店工程现场的报告